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是多么深爱香港这个国家 香港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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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Hello Hello,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月10日 很多东西玩 不止夜纷纷 日夜都纷纷 还有太纷纷 很开心 常常说我们逢中必反 当然不是 我们都不知多喜欢 这么多纷纷 奔尼套那款 已经上了这个维基百科 不过开始之前 就跟大家讲一个财经新闻 话说原来南韩散户 遭到这个新一代的雷曼事件 就是有银行 向他们兜售一些叫做结构性产品 什么是结构性产品呢? 即是Shopput 简单说就是例如 你的股票50元 那他没跌到40元 不过跌到40元的时候 你就要去买了 但是这个风险来的 于是乎 你又收了人钱 去承受这个风险 随着每一只股票不同 你又收不同的价钱的 波动大那些又收贵一点 例如 我都不知例如 什么好? 随便选一只 港交所好不好? 港交所目前245元 那你又可能收一年 20利息好不好? 即是收到40元先 你收了40元 你就要用245元去接货了 万一港交所跌下来 跌到100元那怎么办? 那你当然鼻孔都没肉 因为你那40元都不够甜汤 但是如果港交所升上去 那你那20元就可以省回 自己带袋袋的 在说40元 是40元 总之就是20利息 你银行没有20利息的 那结果 很多银行呢 就在说 那你香港呢 以前那个历史是怎样的? 各样 除非香港灭亡啊 否则 你都不需要担心 那现在 我不知道香港有没有灭亡 但是南韩就可能真的灭亡了 因为南韩的散户 加起来已经虧了差不多一亿 不是啊 超过一百亿港元啊 于是南韩金融监察院 就宣布立案调查 当地的十二间金融机构 肯定收了中共钱啊 那没有啊 他肯定是为中共的利益 着想去兜售的啦 难道为你南韩着想啊? 你自己蠢而已嘛 语人无由 是不是? 不过没有 亚洲人骗亚洲人 你就当玩一次游鱼游戏咯 香港人就知道什么了 但是语言不通 没得警告那些韩国人 你说周庭就可以警告那些日本人 你在韩国那边没有啊 有哪个识韩文啊? 没有啊 做了水鱼 那就算他不幸 南韩那些真是多灾多难啊 有江州事件 有大风雪 有邪教 什么都有的 那里竞争又激烈啊 所以能够谷得出那些韩剧 韩星啊 真是要给一只手指攻他 之所以说投资产品呢 因为原来大家要小心哦 小心这个网上骗案啊 话说这里政府发言人 就警告这个市民 不要相信网上面呢 假冒行政长官李家超 向这个市民兜售财经产品 这么说哦 市面上就有一些人工智能偽造的影片 假冒行政长官李家超 向市民兜售一项高回报 投资计划啊 那那一项是什么呢 是不是JPAC市币啊 是你又说清楚了嘛 我不明白的 李家超可以买些什么投资产品呢 买游戏王的卡也行 好了这里 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日夜都纷纷 就是除了夜纷纷 夜纷纷 由于那些商户不合作啊 去到8点 那就收档了 不肯开 软对抗 搞到香港呢 就不是夜纷纷 是夜妈妈 那结果啦 我看好他 李家超呢 又有新东西搞了 那就话说 现在起动了 会有这个叫做 日夜都纷纷的活动 而日夜都纷纷呢 中文进步了 我一直都跟大家说李唐氏 李唐氏嘛 李家超嘛 唐氏 他的中文是好了的 至少呢 那些语句流畅先 但是你说 喂 日夜都纷纷 好像很小学鸡那样 你不要理 不过我这么说 毛泽东那些文咒咒的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是不是好听很多啊 某产十万斤 是不是很厉害啊 所以有人将他 和这个毛泽东 时代相比 豈有此理 你简直侮辱毛泽东啊 人家文咒咒的嘛 都叫书生啊 价价的 至于现在又怎样啊 我都要找东西赞的 我们这些英国文化来的嘛 怎么都要找东西赞人的 日夜都纷纷 那我觉得好直率哦 而且呢 24小时都有 日又有 夜又有 多开心 那话说这件事啊 定义啊 已经上了这个维基百科了 日夜都纷纷 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 在1月9号宣布的活动 就推出 一年几个月的活动 推广旅游 带动这个 地区经济 去呈现香港多元文化 活动就会邀请这个商户 和食肆提供折扣 到一位吸引香港市民消费的 活动的提议啦 不是之前那些 找些新东西讲的 泰拳比赛那些 我们不讲了 太纷纷了嘛 那原来呢 有激光剑哦 这个没讲过啊 还有Cosplay哦 我想Cosplay 小红维尼的血乳物那只东西 够型的嘛 有些有Cosplay那套 哇 SM套装 习近平哦 有临村许愿树啊 会有那些 亮光灯 和发光宝碟 给市民许愿 那目前比加超的 那么多个节目呢 就包括些什么呢 有这个夜市 有Hello Hong Kong Happy Hong Kong 有夜不分 而今次呢 再厉害点 有日夜都不分啊 那大家都知道 那些活动是不搞不得的嘛 因为要拿budget 和要养着问米娟的朋友 就话说啦 试次的活动呢 就会请出很多的关爱队伍 那说哦 投入服务 那不过啦 这里呢 几特别 1月8号 元朗瑞华关爱队营运团体 那个叫做元朗民生服务处 会终止服务 那说哦 而当中啦 是元朗的前区议员啊 也是瑞华的关爱队队长 那你认识的这个 周永勤 就是之前呢 自由党被人刮手指啊 要退选那个了 哭哭哭的 我记得他 周永勤 那但是他不玩而已 还有其他人玩的 资源不足了 不是他的人 得不到饼仔 算好了啦 有些被政治迫害 最近才有个中招 这位是前区议员林俊 就涉嫌诈骗的说哦 这个科技卷被捕 但是啦 旗下的叫做同行搬屋 强调没有收过任何的资助 即是其实他都圆鬼了 那个区议会的啦 现在全部都是他的人了 前区议员都不放过 那似乎呢 离开了那些区议员 咦有过啊 阿邦的嘛 走过来驾巴士 我在世良节目那里见到 那真是走得快好世界啊 是吧 而比加超似乎就不认识 这个周永勤啦 他说到啦 超你不玩 大把人玩 他不是这么说 不过他就说啦 关外队成立的时候 已经有预设机制啊 那对于服务欠佳 又或者临时终止服务那些呢 都会有方案应对 那周永勤属于哪些啊 服务质素不良 而比加超就说啦 希望参与关外队的人多的事啊 而他找的就是真心的有心人 他真是这么说啦 真心的有心人 可以诚心地为地区服务的有心人啦 他下的评论是这么说的 如果以金钱为目的去谋取职位的话呢 就不是政府期望的人选 即是期望别人做义工是吧 有没有谁这么慷慨大方啊 更何况啦 你应该以身作质啊 不要说那么多话啦 立法会啊 你那些官 那些局长 以及那些区议员啊 全部减薪一半 那我就说你有说服力啊 没有啊 你口响啊 如果以金钱为目的谋取职位 就不是政府的期望人选 他都痴线的免费跟你做啊 不通 是不是这么说啊 不过没有啦 现在都是他那些人 他那些人都还要分饼仔 都还要欠凳仔座 这么鬼噁心都可以的 事实上 你是应该搞好了一样东西 你才搞另一样东西的 如果夜宾婚都没搞得好的 你这么快就玩日宾婚 那可能忠气不足的咯 有没有想过啊 气功师傅 你由靖海侯路线江玉宽议员 添灭了共存党市青江 所说的一句 你就会知道啦 夜宾婚都没搞好啊 搞好了前面先啦 不要这么心急 江玉宽议员说到 早前呢 就曾经呼吁商场 还有食店就开夜点 檀花一宴啊 哦 就是洋奉因为 政府来check的时候就开夜点 没人check 那收工 拜拜你条尾 现在啦 再次提早收工 原因就是没有足够生意 赚到的都不够cover成本 这些都是托词 以前都赚够啦 现在不肯帮帮手啊 维持住个市面啊 所以我整天都觉得呢 这些商场造反啊 软对抗 是对家超政权不满 天灭了共存党市青江 你没办法的 这么多个商场 控制了在这个地产商手上 大佬 你收了人家的农地啊 人家难道不怀恨在心啊 比罪你都会啦 对不对 还要好好示范了给那些市民看 等于刘连雄说而已 你有个钱你真是摘袋啊 千万不要乱洗 搜门口啊 很紧要啊 你地产商已经说了给市民听 香港一落千丈 你以往这么多年 都没有一年好像今时今日那样的 收起了钱不投地都敢死的 甚至乎搬买搬送的了 给你低价保地价都不肯 你只是对香港政府没有信心的 你行动上做了出来嘛 大家都有眼可以看到 对不对 我们经常都说 越穷越见鬼 你要纷纷呢 你要扔钱才行的嘛 要做marketing 要肯拍烂当帮帮手 那现在没有啊 伤口机的商场 是不是 长实的商场和黄那些 全部打仰 不跟你玩 那与人无由啊 可能市民原本想去的 结果关门了 怎么没人呢 甚至乎贵客来到都招呼不到啊 你不是啊 那天走过来塞住了 如果香港那些 商场夜晚都还有开的话 那至少别人有订落脚啊 做物难民都好啊 那由于地产商不配合 你夜纷纷都没搞得好 那就好心你不要夜纷纷了 你都已经忠气十足的 跑五百米都气喘了 你现在跟我说跑二千米 你说会什么款 夜纷纷都不行了 还搞日纷纷 那另外江玉欢议员 雨带嘲讽 这样说到 有市民提过 即是他的意见 不是都不引用啦 纷纷是说整体 即是现在是很片面的 持续 即是现在断断续续了 上气不接下气 还有真实 即是说你做假 的一个气氛来的 那你现在为什么 那个纷纷没有色彩 没有气氛呢 就因为你是片面的 零碎的 社会不得团结的 当然啦 的士佬又罢工 又说你的白牌车 地产佬呢 就不肯投地 这些恶意流标 恶意低价 沽售恶意执落 恶意财源 恶意抛售物业 什么都齐啊 而正眼红完全不处理的时候 那就搞到今时今日这样 我都说了 香港江河日下 结构星 不是经济转型 是经济毁灭 那还有 就如同昨天说 欲欢喜就说 现在什么都说罚钱 很难开心的说 我说不知道 什么现在经常说罚钱的吗 牛肉缸那些 一向都有的 所以我不知道 他在指清什么 可能是说垃圾经费 那又对 你想想 现在夜崩分来说 他会制造很多垃圾的 那将来怎么办 但是一句说完了 我觉得大家好好地 这几个月 日崩分 夜崩分 玩回够本 你看看我多合作 原因为何 因为以后 如果你再夜崩分 那些 很多垃圾的 垃圾蒸费 蒸到你傻 到时就不是夜崩分 是夜清 就是这样 好 今天说到这里 到